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个赞看 一起来听 有位女读者给我讲了她的故事 我和老公是大学同学 相恋四年 非常相爱 当初因为父母反对我们在一起 我还差点和父母闹僵 刚结婚那一两年 她还挺喜欢做饭 愿意陪我在家里吃 等婚后五六年 她下班后很少回家了 要么就是和朋友去喝酒 要么就是回到家也是玩游戏 对我也越来越没耐心 还没到七年之养 我们之间已经像多年的老夫老妻 现生活也是应付 两个人躺在床上也是各玩各的手机 很少聊天 我对这段婚姻没有安全改 所以一直没敢要孩子 我真怀疑自己当初是不是嫁错人了 甚至有几个瞬间冒出了离婚的念头 听完这位读者讲完她的故事 想起朋友小敏和我谈起过她的一个女同学 这位同学前几年离婚了 孩子给了男方 自己净身出户 女的长得挺漂亮 也刚三十出头 很多人给她介绍新男友 她很快嫁给了一个条件很不错的男人 两人大有相见恨晚的意思 嫁婚的丈夫有一个三岁的女儿 女人希望有个自己的孩子 可男人觉得女儿太小 怕她受委屈 不同一生 说等孩子大点再说 两人过了两三年 三天一大吵 一天一小吵 日子久了 再好的感情也吵淡了 吵来吵去 两人干脆又离了 女的单独过了两三年 期间也处过几个 但都没有结果 兜兜转转了一圈 眼看就四十岁了 她回过头看 觉得后来这些还都不如第一任老公 而且孩子又跟着她 自己经常会想孩子 于是她又有了复婚的念头 还好前夫一直没有再婚 在众人的窜逻下 两人又走到了一起 小敏的同学说了一句话 我印象很深刻 其实 无论曾经多相爱的两个人 只要结了婚 都会有厌倦的一天 主要还是要看 怎样把这厌倦的日子经营好 这话 我深以为然 要不怎么会有七年之痒一说呢 至于婚姻到了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连养都不养了 先爱一下不走了 我观察过很多中年夫妻 很多都是邻居式 客客气气的状态 但是你放心 几乎没有人会想离婚 活到这个年龄的人 大多通透了 明白和谁过都差不多 干嘛放着岁月静好 不享受 非要折腾一番呢 真的没有轰轰烈烈爱一辈子的感情 要么是美化 要么就是没看到真实的内力 李清照和赵明成是历史上有名的恩爱夫妻 他们幸福的点滴 李清照的那些词句中都有迹可寻 读书泼茶的游戏 以门回首 却把青梅秀的娇羞 读着这些句子 两人相爱的那些画面 就会出现在眼前 他们在那个时代算是自由恋爱了 一次出游时 年轻的李清照和赵明成相遇 从此就有了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的心绪 后来 赵明成的父亲得知了儿子的心意 就去李清照家提亲 有情人终成眷属 多年以来 我一直觉得他们是最美满的婚姻 两人势均力敌 有着共同的爱好 三观一致 简直就是神仙眷侣 直到那日读到李清照在《金石鹿》写了一段话 鱼悲气 仓皇不忍问候事 八月十八日 随不起 取笔作诗 绝笔而终 书无分相卖缕之意 这是李清照写丈夫赵明成临终前的情形 翻译过来就是 我在悲痛之中 不敢问他对后事的安排 到了八月十八日 赵明成已经不能起身了 拿了笔写诗 然后去世了 完全没有说对我的安排 我惊诧了半天 原来他们最后那段时光的感情 早已是千疮百孔 赵明成对李清照根本不关心 而李清照字字句句中 也透出对丈夫的失望 华东师范大学的戴建业教授 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 婚姻大多是凑合 用几十年面对一个人 谁都会有厌倦的时候 厌倦了咋的 凑合着过呗 和谁也难免有这一天 电视剧《金婚》中 蒋文丽扮演的文丽 和张国丽扮演的同志 一个是老师 一个是工程师 两人虽然是相亲结婚 但感情真的是甜腻 结婚好几年都恨不得 天天黏在一起 一有机会就沉绵一番 以至于文丽接连不断地怀孕 可是后来呢 同志还是爱上了 年轻貌美的李天娇 甚至在她母亲弥留之际 还在李天娇那里 情意绵绵 连母亲最后一面都没看到 文丽也没有和她离婚 还是忍气吞声地 把日子过了下去 直到两人白发苍苍 到了今婚的年龄 还庆祝了一番 我并没有被这对 白头洗脑的夫妻感动 可是 这却是太多人真实的婚姻 年轻的难分难舍 中年的冷漠厌倦 老年的相依为命 谁的婚姻也不是 360度无死角 不完美 才是人生的常态 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中 军官时光荣 偶然间遇到了 美丽的文艺兵 楚勤 她一下子喜欢上了她 楚勤并不喜欢这个大老粗 因为她已经有了自己的心上人 可时光荣动用各方的力量 千方百计和楚勤结了婚 两个人本来就不是一路人 时光荣除了带兵打仗 根本不懂生活 她觉得楚勤就是矫情 两人就算是生了三个孩子 也还是整天吵 甚至闹到了快离婚的地步 这样打打闹闹也过了一辈子 楚勤也痛苦了一辈子 等孩子们都长大成人 他们俩也老了 时光荣慢慢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开始变得对妻子好了 两人之间竟然生出一种迟来的甜蜜 还相约了下辈子 傅双尔说过 世间夫妻那么多队 不是每一队都恩恩爱爱 大多数普通人的婚姻 就是伙伴关系 是人生最重要的战友 有很多共同战胜困难的坚固情感 是啊 绚烂至极归于平淡 再滚烫的爱情 也有腻味的一天 最动人的感情 并非惊天动地 而只是一茶一饭的温暖 就算握着她的手 再也没有了当初的耳热心跳 但那种左手摸右手的踏实 感觉却更令心绪平顺 如果其中一只手受了伤 另外一只也会是同样的疼啊 因为我们的血脉早已相连 长到一起 这不是爱情 又是什么 今天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文章 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守候 如果您也喜欢我们的文章 欢迎在文章底部 给我们点个再看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晚安 好梦 我们不见不散 or梦